联合国人道主义机构说 利比亚持续不断的冲突 导致首都迪里玻里部分地区的居民 需要紧急援助 联合国说 包括疫苗等医疗用品储量不足 居民面临燃料和电力短缺 粮食价格上升 担心冲突如果继续 会导致供应问题 联合国赴利比亚特使 阿卜杜拉伊拉哈提普 预计星期二与迪里玻里的官员会面 争取寻找政治解决危机的办法 阿卜杜拉伊拉哈提普 星期一与反对派领导人 在班加西市举行了会谈 同样 在星期一 利比亚政府指责北约空袭击中医院 造成7人死亡 利比亚政府指责北约空袭的一次轰炸 击中一个医院 星期一 利比亚官员向记者 展示资历坦证的一个被毁坏的诊所 当地在首都迪里玻里移东 官员们还带记者 前往该镇一些食品仓库 并且说 这些建筑也是空袭毁坏的 北约还没有公布 被指称的空袭的信息 资历坦的居民说 空袭是星期一早上发生的